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作用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 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美国政府不谋抗疫之举 大搞政治操弄 鼓噪试验室泄露病毒 任由美国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病毒一起蔓延 导致反亚裔仇恨犯罪 贫乏高发 美国长期推行歧视性移民政策 严重挤压 拉美亚裔 非洲裔移民生存空间 美方罔顾事实 反复渲染 所谓中国和俄罗斯外空威胁 其实质是为美方自身发展军力 谋求称霸外空制造借口 也是美方固守冷战思维 转嫁自身责任的又一表现 美国才是外空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 美国政府公然将外空界定为作战疆域 加快组建外空军和外空司令部 大力研发部署进攻性外空武器 作为拥有上千枚卫星的国家 美国至今仍在密集发射各类卫星 包括军事侦察卫星 美军方还参与了大量商业航天投资 采购数十亿美元的商业卫星服务 将其用于军事用途 中方不承认所谓的台湾总统特使 美国和帕劳允许台湾当局官员 出席有关会议 将制造两个中国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美国和帕劳 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不为台独分裂势力提供任何舞台 我们也证告民进党当局 任何在国际上搞所谓突破的图谋 终将失败 处理国际地区热点问题 并不是只有战争和制裁选项 对话谈判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也是最符合各方利益的正确出路 国际社会应继续为推动俄乌谈判进程 提供助力为政治解决 创造条件 美国作为乌克兰危机的始作用者 更应该深刻反思 改一改蛮横霸道的老毛病 劝和促谈 而不是拱火交游 同时美国作为世界大国 更有责任维护世界经济体制规则 基础的稳定 不应让世界各国 为美国的单边制裁买单 中国和索罗门群岛安全合作 基于相互平等互利共赢原则 是两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有利于索罗门群岛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有利于促进索罗门群岛 即南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所安全合作 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与索罗门群岛 同其他国家合作 互不冲突 可对地区现有合作机制 形成有意的补充 有关国家应该秉持客观理性态度看待 尊重中所两国主权和自主选择 不要在岛国地区挑动对立 制造分裂 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的事 中方一贯主张在乌克兰问题上 当务之急是相关各方 保持冷静克制 尽快停火止战 避免发生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国际社会所做的任何努力 都应为紧张局势降温 而不是火上浇油 都应推动外交解决 而不是使局势进一步升级 中国警告跟写政策的机器能量多大 谢谢 谢谢